好了,現在用最高的速度 簡單介紹一下版面 方便各位暫時不太熟悉的人 或者找不到哪個位置 都有人問過我的 照做吧 好了,第一版 其實就是Home 其實就是你通常按開 它就會出現在這裏 我留意到 或者會自己介紹你去一些位置玩 其實呢 Home這個位置就是你按開哪些 它就會彈出來給你看 基本上在這裏有個特別 它這次設計的版面就是 它有時候一版裡面 它含有幾個catalog 你需要用這個右邊的 Joystick analog 或者Rs 或者點到這個名字 去動它 留意左下角的格子 你要動它 它就會去別的catalog 你看到嗎 你動一下它 這樣 你才會去別的 因為有時候 有些你找不到的 那我們到play那裏 通常就是這裏 比賽的 比賽的 比賽有人問我 那怎樣可以免除了 它的網信upday呢 因為它upday了一些球員受傷 你用不到 你玩不到 你不過癮的 你看到中間兩個球會中間 有一個位置 是match day 那裏你需要 它有個設定是on on 其實它就是upday 即是說 球員受傷 停賽 你用不到的 這個星期 如果你不想 你按了它 它就會off 停賽upday 基本上 你就可以用到一些 受傷或停賽的球員 但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按了之後 你就可以用這個 在你網上下載下來的球隊 就是creation center 如果你按了 按了 就找不到這個creation center 是不是 沒有了的 off了就有了 那你在網上下載下來的球隊 你就可以在這裏玩到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 都很喜歡90年代尾的球隊 所以我下載了很多 90年代末的 那些 伊甲啊 德甲啊 英超啊 列斯聯都有 那時候 列斯聯啊 維道卡啊 索賓基那些啊 利物浦啊 那些 其實呢 都是 90年代尾的 那些 因為其實自己啦 自己都喜歡拍爾瑪 因為呢 那時候 其實就是小弟 開始 對足球產生 興趣的 一個時間 來的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有那些年 另外呢 我也自己 可以這樣講講 介紹一下 或者自己的興趣 就是我也 都下載了一些歷史 足球世界盃 那些啊 可以去玩這一屆世界盃的 我可以下載了就是 你去 待會兒說 CREATION CENTER 怎樣用 我很喜歡七四年 這一屆世界盃的 因為呢 那屆世界盃 被以為最強隊最強啊 郭魯夫隊 碧根巴華 那 可能大家都 不會明白我對足球的熱愛 去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會去圖書館 看回那些世界盃決賽的 或者網上看回歷屆的世界盃決賽 那 這個就是小弟對足球那種中愛 那 好啦 這裡講解完 就下一個了 那就是 你動一下 動一下 動一下你的 HIGHLIGHTS OF WEEK 那這裡呢 其實我是想彈一彈 FIVA 他這次呢 那件 就是這一個 是設計的 那因為呢 如果你有玩過十三 你記得其實除了 每個禮拜 他有幾場比賽 給你玩之外 其實呢 他是 還有一個 就叫做 所有球隊的對碰 的系列 就是 所有球隊 這一週聯賽 對哪一隊 對哪一隊都可以玩 那 今次呢 他做漏了這一部分 他應該不是做漏的 是不做的 但是呢 我個人呢 就很喜歡那一部分 那他今年不做 其實呢 我很不開心的 那 但是沒辦法了 可能他今年呢 要做世界盃 所以呢 他要騰些時間出來做世界盃 所以呢 就少了update 這些這樣的事情 但他依然都有每個禮拜的幾場比賽 是給你玩 那還有呢 還有呢 有些情況 還有些簡介 是什麼比賽 是英超 熱刺對車路士 這場球有看啊 熱刺可以啊 不過呢 就是得了球員 教練呢 麻煩 用些球員 用盡些 讓他們去到最佳的位置 還有出最好的陣容 其實你們 熱刺今年呢 其實是 好人才仔仔 人才頂盛都很緊要的 就是沒有了巴里 但是其實呢 很多球員的位置 都起碼有兩個呢 起碼都有一線 或者頂級的一個水準 所以呢 其實熱刺今年 是可以期待的 那一個教練 麻煩你放膽一點吧 你用多一些 一些是 不同的陣 去試出你最佳的陣容 不要那麼保守啊 那麼車路士 遲些會說的啦 車路士的問題 其實是在馬達那裡的 陳姦遲些才說啦 那麼今天是講界面的 好了 這個位置講完 另外他會 就是告訴你 有什麼球員是on fire 有什麼球都on fire 那這個位置就是 但是 給你這邊 右邊 就是這個 就是給你創造夢幻球隊 就是以前呢 你們 Winning年代 那些master league 那些東西 但是我個人呢 就一般的 因為我都不太現實 那Season 其實要上網的 這個呢 就是上網 就是 去比賽 不停比賽 看看你去到哪一個Division 看看你去到什麼程度 什麼技術 什麼能力 這個意思 還有今次呢 有一個co-op season 可以跟朋友合作的 那 new career 這裡呢 和low career 有些人做不到 就是你要動一下 那個有analog 就可以做了 基本上就是玩教練模式的 可以買賣球員的 那 基本上呢 這裡呢 我也是一般的 因為呢 要玩的 我也是玩FM 那些 career mode 其實就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就是 不想玩FM 這麼複雜的 玩這個 這些都要上網的 Pro Cups 就是說呢 你自己做了自己出來 然後呢 就入球隊 然後呢 就去比賽 這樣 就要上網的 online friends 就是你自己的朋友 對戰 好了 Skill Game 今年呢 有很多新遊戲的 遲些再說吧 那你又要動一下他 為什麼呢 為什麼要動一下 右analog呢 因為你要選球員 如果你Skill Game 你想用 例如我想用 巴里 你要在這個 簡簡裡找巴里出來 但我喜歡 因為我 為什麼我會選了這個二號仔呢 一拍二米 因為 因為他今季 不好意思 他今週 他入了球 通常呢 入了球 或者有好表現 我就會選了他 做重心的 當是更新的自己 很開心 玩而已 就是國米 國米這個 不是拍二馬 剛剛說錯了 不好意思 好 然後呢 摩華這裡 按進去看看 你可以 攪拌你 那個 杯賽玩 你要 CREATE 一些新的杯賽 你要 要捉一下他 才有的 你進去會有 英超 或者其他各樣的比賽 如果你自己想弄個歐聯出來 就在這裡按 Be A Pro Player 你要弄個球員出來才可以 另外 這些全部是上網 這些東西不進去 因為這些東西是密碼 免得公開 那 Practice 這個就是 你進去之後 基本上就出到這裡 給你練球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這裡可以選球員 好 出發去 去到這個Football Club 這裡 基本上都是上網 這個位置 扣你的分數買東西 買一些慶祝動作 球衣 球衣 球盆 那些東西 我就不一般 你只有他 另外 就是 基本上 告訴你 朋友的狀況 另外 其他都是 全部都是 你的朋友的狀況 好 好了 這裡慢慢說 這裡 設定 這裡 進去 先進去 好了 這個是我個人而已 玩15分鐘 玩速度慢 我曾經說過 怎樣可以令到現實足球 真實一點的玩法 就是這裡 我教過了 拍了片 大家在頻道找回另一條片看 這裡就是設定 這些東西 這些我沒所謂的 這些我都沒所謂的 這些我都沒所謂的 都很個人而已 我喜歡 就是覺得 都有Handball 但是 不想有Handball 12碼 因為 都幾慘的 如果有的話 好了 另外 就是 這些全部很個人的 很個人的 沒所謂的 好了 出發去 要講一講 就是 看一提大家 怎樣設定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最麻煩的 Auto Switching 這裡最好是 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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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這樣按射波鍵 就解釋到 如果你調了這個 如果你不調這個 你調到 這個 是全手動 你轉不切 轉不切 一定會被人頂贏 Airball 即是說 高空波 它會幫你自動轉 如果全Auto 就會任何時間都幫你轉 那還死 為什麼呢 無緣無故和你轉到後防線 我上一屆 上一屆Fever 我都講過 在調防手 千萬不要用你的防線 這一年都一樣 千萬不要用Auto 用Airball 好了 這個位置很個人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位置 其實是說 轉人之後 它給回一兩秒的時間 是它向方向動作 它給一兩秒時間 它自動做 這個Nung 即是說 轉了之後 它就會完全被你控制 其實我試過很多次 其實我發覺 沒有什麼感覺 另外 Passing Power Assistance 這個位置 我就不用 因為方便自己 可以隨心所欲 其他東西 其實有些高手 都可以教 全手動 但自己不是高手 好了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很個人 很個人的 你高手 你沒有用 你沒有Semi 或者全手動 你不是高手 就像我這樣 我不是高手 好了 這個Nung Spring 這個位置 教了之後 你可以用你的油桿 去推球型 推大步一點 用 用了 就好一點 有時候 你需要推高手 這個位置 這裡 就是教了 Technical Defense 你可以教了 這個 這個 是舊式的 按住 X 按住 A 會自動衝過去 但 你這樣做 很容易失位 很容易輸 其實它設計到你很容易輸 所以你不要用 而且你上網也是不可以用 另外 這裡很個人的 沒所謂 另外 這些全部 就是教你怎樣用 那些按鈕 這些是教你怎樣用 那些按鈕 沒什麼用的 這個位置 有些 Bug 因為 不知為什麼每一次 都弄到我 動了我的 我又要Default 很怪雞 這些Bug 還未解決到 很多事情都 這些全部給你幫你換球員 好 然後 這裡就是 騙你買東西 喜歡就買 你買了才可以 下來這裡用的 Creation Center 進去告訴你怎樣用 這個位置 比較複雜 這個Creation Center 你需要上網 登記你自己的E-mail 進回EA 做會員 或者其實你有Fever 都應該是會員 然後 你在那裡選球隊 選球員 選比賽 選完之後 就在網上 購買了 購買了 購買完之後 就進來這裡 讓他購買一段時間 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 下載回 你購買了球隊 譬如 我購買了 是1999年的曼聯 你就可以下載回 或者我購買了1982年世界盃 這一屆的比賽 所有球隊 在這裡選我 看來他很久 看來 哎呀 真是衰狗 衰狗格 不好意思 還說粗口 好了 呃 大家等他吧 真是衰 個人 其實不想說粗口 這些片 都沒辦法 好了 到了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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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他就叫你漏你買東西 因為我呢 其實幾隻遊戲前 買了 其實也挺划算的 你買了之後 一直都用到的 你買吧 你要玩就 因為我喜歡玩 這裡就是 什麼東西的球隊 全部就是 99年年尾的球隊 另外你可以下載 球員的 不過就沒有下載 因為球員在球隊裡面 不用下載 比賽我喜歡這些 7-4世界盃 8-4世界盃 8-2世界盃 0-2世界盃 9-8世界盃 2次前後再補個盒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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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扭進去禁區裡面 拼得12碼 後來入球12碼之後 一開始 然後被西德連追回兩球 結果西德拿世界盃冠軍 那一屆 7-8年就是假球封球 阿根廷主辦 阿根廷贏了 7-4和7-8都是主辦國贏的 8-2年西巴牙主辦 那時意大利 以一個黑馬的身份 贏了決賽 在冠軍 贏了 決賽贏在德國 那時是西德 那時是憑著羅斯仔 以及幾個反擊 搞掉巴西 在四強 好像是八強 那時意大利被譽為黑馬 等於2006年的 其實一樣是靠反擊 靠死守 但是當年 因為8-2年 很多球隊都還未成熟 還有馬拉當拿也未成熟 所以 被黑馬贏了 等於2006年一樣 西巴牙也未成熟 被死守球隊搞定了 去到8-6年 墨西哥主辦也有寫 馬拉當拿 上席之手 搞定英格蘭 然後在決賽搞定德國人 那時德國德金巴拿大 搞不定 被馬拉當拿 被直線通了 被他反擊 反擊德國 好像是3-2 我沒有記錯 然後就是1990年 意大利主辦 那年決賽報仇 德國報仇 贏回阿根廷 那時候馬拉當拿 輸了之後 決賽只是輸了一個十二碼 輸給布林美一個十二碼 差不多臨完場了 所以他哭了 94年美國 經典 第一次決賽 要通過十二碼分勝負 那時候 剛剛應屆拿足球先生的巴治奧射失了 為此驚動世人的一宗事件 然後就是98世界盃 又是驚動 就是驚動巴西的朗拿道事件 又是假波風波 98世界盃 發國主辦 發國贏 那一屆就是決賽 那時候我最記得就是 那時候 在無線 決賽 然後呢 阿朗拿道呢 他 他 長長他打得鬼死那麼好 阿朗拿道 在那一屆打起了 成為天王巨星級 之前他在國米已經拿了 世界盃 才生的 但是呢 世界盃都表現出色 然後呢 每個都決賽 買了巴西 說莊家 走路都走不及 如果當年巴西贏冠軍 那莊家真的要死 然後呢 那些 不知道做什麼 有很多種說法 就說 朗拿道家人被人綁架 又或者朗拿道被人毒 肚子 幾十種 或者他受傷 受傷 毒 被人肚子 然後 Nike 又要逼他出場 那些事情 逼他決賽出場 又有一種說法 就是他被人綁架了 然後他不出場 然後呢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教練 我都不記得 叫薩卡路 是不是呢 我都不記得 然後呢 不出外出艾蒙道 野獸艾蒙道 決賽正選陣容 出艾蒙道 整隊不肯踢 打踢 逼他出回 朗拿道 結果 然後朗拿道 整場呢 就不可以有表現 因為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你信不信 那一屆會搞成這樣 我就不信了 雖然當然法國有些球王斯丹 但是 我也不信巴西的表現 起碼都不是3-0 起碼3-2 歐洲國歌杯2000 我很喜歡的一屆 歐洲國歌杯 因為為什麼呢 這屆歐洲國歌杯 我覺得是歷格歐洲國歌杯最精彩的 當然我沒什麼看過舊的幾屆 但這屆其實是非常精彩的 每一場的比賽入球都很多 除了四強 荷蘭對以大利職 但決賽也很精彩 這一屆其實我也很喜歡 這一屆當然也演繹法國那種強勢 始終跟這個世界說回 九八世界杯不是一個騙國 我們真的有實力 這樣吧 另外之後我沒有下載了 因為之後他們也有玩 他們之後出的遊戲之前 都不能玩的 那麼 就這樣吧 OK 這些就是上網的設定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很過人的 你進去自己會知道 這些都很過人的 那這裏你就進去 你可以換人 或者選擇國家的球員 或者設計 那些球場 哪個打哪個 或者改名字 然後這裡轉會 這裡下載了 update的square 這樣吧 那裏就製造球員 製造球員 製造球員 編輯的球員 這些都很簡單 過人的 那裏就看你入球 那些紀錄 製造你的音樂 這裡其實都很少用的 那這裏就是音樂 credit這些都很過人 那 時至 現在呢 就 講解完了 那 那 要 拍 將來就是要拍 這個 韓英教室 那韓英教室呢 而今年 會教的 我重點想教的 就是進攻的 因為進攻 在今年 有很大的轉變 有很多意識上的東西 需要調整的 好啦 那 你們等一等 再有片出 就可以上課了 拜拜